给予肯定 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在网上也早已看见的 咱们新闻网有报道 就是说这个王浩同学呢 他这个发挥非常出色 勇夺这个瑞士比尔国际相机大师赛的冠军 而且呢特别是超越了世界头号棋手卡尔森 很不容易 这个然后比赛消息发布以后呢 每两天这个书记校长就联名 联名为王浩 首先大家晚上好 然后谢谢小波老师刚刚精彩的讲解 其实有很多知识 我之前也不知道 也等于是给我普及了一下吧 第四个A6两个弱点 所以在先摆他两个局调着 必须得防守A6B的同时 转移战场回来吃第四饼 就是我刚刚说的两个弱点 防守方不能同时坚固 就在这儿 体现的比较明显 这样的话第二个饼又丢了 后面就是象征性的抵抗的几步吧 这出了 原因在于他如果推向C8白方有意不弃 就已经没出了 还是6丢死了 因为王没有地方走 拒走他对象没有危险 如果王吃的话我拒C8吧 然后吃了之后绝出了抽菌 所以说对方就在这儿日复了 其实在多一个病状后面的对局 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 也只是一些取生的手法 跟手段而已 就是怎么样提高能够 更简洁经验一点吧 其实我走的还是有点问题的 好很感谢亦凡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